朱董事长还有游教授以及苏王市长 还有各位线上参与课订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111年度第一场的与中山学人有约的线上课订会 那我是今天主持人何婷欢 也是今年度的中山学人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中山奖学金呢 其实设立的目的就是给有志向学的青年人最坚强的后盾 可以让我们既往开来 就很像很多优秀的先进前辈一样 可以帮国家帮设计来尽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第一场的客厅会呢 我希望能够紧扣一个主旨就是传承 那事实上在我两年前的夏天 结合美国洛杉矶南加大进修之后 就受到了很多当地华侨的热心协助 也听了很多杰出的领袖呢 在海外打听的一些心酸血泪故事啊 每一次的对话 这些前辈的结论都是 好 接下来就看年轻人了 只是我们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样传承 这样的心火成为至少不要逊色 与前辈们的新一代华裔领袖 我觉得这是很多前辈先欣赏的悬念 那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跟挑战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邀请了三位女排家 他们在培养新生在这方面呢 可以说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也造成一个很多公共事务领域上面的杰出人才 所以我觉得由他们的这两个字是最适合不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先介绍大家听见的来宾 在台北这边我们先看到的是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董事长 朱一伦朱董事长 那今天他希望我们是朱老师 朱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代表我们国政基金会当主持 那今天很开心跟大家 包括对谈也跟大家来见面 那中山学人 这一届的中山学人欢欢来见面 是 好那另一边我们看到的是远从洛杉矶回到台湾的 我本人算是知遇的恩师 美国南加大国际公共政策管理研究所前任的学术主任 尤之一尤教授 教授好 你好 官方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 很难相信你在南加大 我在台湾要角色就是这样子互换的 因为我很高兴今天可以上这个节目 谢谢教授 那跨台呢 跨时区 连先到洛杉矶整理 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 总是可以帮忙 辅使华裔青年算是就学参政 都帮上很大的忙的 美国洛杉矶湖娃娜City的前任市长 朱王秀兰市长 我通常称呼他为Mayer Ferry苏 市长好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 能够跟我们这个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leaders 在台湾就是我们的主席 那当然我的好朋友 刘教授 他也是我们 colleague 在USC也很花姐一起 那谢谢欢欢这一次 为了这一个 怎样做传承的这个 Poward做得非常好 Winning for all of you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正题 今天就是等待一小时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分析 两三位的经验给大家 而今天的座谈呢 因为是中山学员客厅会的第一场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我在写提案的时候 就用了桑芙同时这四个字 那作为第一段落的副标题 我妈是中文系毕业的 就她都不太懂说 诶这句成语的典故 其实是来自于李济 李济他跟我讲说用桑木做成的功 然后把红草做成的史 箭矢 色向天地四方 就代表说青年人志向很远大 这就好像是我们在1960年的时候 有设立这个中山奖学金 是有的类似的意义的 要鼓励优秀的年轻人 可以去创当世界 开阔眼界 而且学成归国来贡献自己所学的一些志士 可是呢这样的美意 其实在几年前是有应付宗旨的 一直到去年 朱老师排除万难 要给我们这群算是志气满满 可是荷包通通的年轻人 再次能够实现我们出国留学的梦想 所以呢这第一段 我就要请朱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跟理念 让你想要去募资 以及去帮忙筹做这样的中山奖学金呢 背后你有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理想呢 好我想我们这边所在地 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我每一次跟所有的外宾都介绍说 我们国民党是Dr. Senya Dr. Senya现在创立的 就是我们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 那每一位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国父最重要 当时就是在海外 今天你们都在海外 尤其在美国很多很多地方 那筹募了很多来自于我们华侨的支持 来自于我们当地华人的支持 才有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创立 才有今天的中央 所以第一个我们国父就是来自于海外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今天正好你们来自加州 来自美国西岸 当时我想国父就遍布了美国各地 包含了这些重要的地点 那第二个 国父最重要能够成功 靠创建国民党 创建中华民国 就是靠年轻人 它全部都是靠年轻人 不管是当时在国内的 或者在海外的 都是这些年轻朋友 那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希望 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 那国民党要能够持续有未来 就是要一代接一代一方 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成为我们 这个社会或这个国家 最重要的中间的领导人 或者是最重要的 为社会服务的这些干部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传承下去 那诚如刚刚方方讲的 第一个我们要很多年轻朋友 成为我们未来的领导者 未来是社会最重要中间的分子 那就要让更有机会 到走向国际 走向国际 那走向国际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都是很重要的地点 那我们以美国为例子 有美国很多先进的学术 就像我们今天欢欢在南加大 通过重要的理念学习 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支持 但是诚如大家讲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的确需要一些财务上的支持 需要一些社会上面的资源 所以为什么在1960年代 国民党就创立了中山奖学金 我觉得中山奖学金当时的意义非常地重大 如果没有中山奖学金 很多一代接一代 一半接一半的这些重要的领导者 包括马林九总统不就是中山奖学金吗 包括我们很多重要的这些部会首长 都是中山奖学金 连我们现在的副主席 这几天到大陆去访问 刚刚回来的夏立言 夏副主席也中山奖学金的得主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秉持这样的决心 要把中山奖学金当作 国民党非常重要的一项传承 非常重要培育年轻人的一项资产 那可惜的是六七年前 因为民进党执政之后 没收了我们所有的党产 等于是用清算斗争的方式 不顾任何法律的原来的基本要件 就把我们全部都查封了 查封了以后我们没有钱 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志气 我还是要想把这些事情找回来 这样的精神找回来 所以在前年我当选 我就说如果我能够再回到国民党 我一定要持续把中山奖学金 把它重新找回来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社会大众 对这件事情重视跟关心 那我们透过我们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叫做中山奖学金的第二阶段 和2.0的方式 我们叫中山学人的培育 那透过我们的智库国证基金会 我们来募集这样的资源 来培育这样优秀的人才 那方方您知道你是第一期的 等于是中山学人 第一期的新一代的中山学人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中山学人 在新一代的培育之下 将来成为中华民国 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优秀的人才 那尤其是在整个国际政治 或地缘政治的改变 或者是整个的两岸关系上面 或者是整个的国际外交上面 或者是我们公共政策上面 将来都能够发挥国的所长 我常常讲说中山学人的培育 我单是为共云党 其实是为台湾 为中华民国 更重要的是为整个社会 为大家 所以中山学人的培育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所以你今天在南加大所学 或所经历的 或在加州 或在美国所经历的 就是成为我们社会的资产 成为我们台湾的资产 那将来就是为社会来贡献 所以就是我们培育中山学人的 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可以从朱老师的这些 刚提到的这些言言之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无论是国会党或者是 像是朱老师以及我们今天的来宾 都是想把年轻人的受教权 跟求学的机会 算是列在心上的重中之重 因为新一代的智识 还有眼界有没有打开 是不是够深够宽够广 足以影响我们算是我们的国本 我们未来的国本 那除了这个针对海外留学生 中山奖学金之外 其实蛮有趣的是 今年朱老师还特别有新设了一个 孙韵选奖学金 这个其实也是针对于年轻人 但是目标比较是锁定在社会人士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好奇 到底可以从这个孙韵选奖学金当中 挖掘出什么样的人才 带出什么样的效益呢 美景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山奖学金是我们最有律师 传承下来的培育国家级的 这些重要领导者 但是我们知道台湾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很多人都喜欢讲到台积电也好 新竹科学区也好 台湾的重大建设 当然大家会讲怀念金国先生 就是讲金国总统时代的领导 但是当时最重要的执行者 大家都尊敬的就是春艺全院长 当然也包括李国陵先生等等 那孙韵选就变成一个社会的代表 他代表了台湾走向 今天的科技化的时代 台湾走向了很多公共建设 很多工程的代表人 所以他是从工程界出身的 推动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 跟台湾的科技发展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年轻人 他不一定对公共政策领域有兴趣 他不一定是对整个国际 经济国际政治有兴趣 他不一定对所谓的两岸关系有兴趣 他可能是专注于科技领域 专注于譬如说一些新创 或者是他专注于一些航海 或者他专注于一些生物科技 那这些朋友 他其实对台湾会对整个社会来讲 将来影响还是很大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角度 培育一些人 然后专门对像孙玉璇先生一样 他可能将来就是想要创业 创了一个新一代 未来30年后的台积电 那我们为什么会给他一点点加油 或鼓励呢 那我们就鼓励这些朋友 那这些朋友可能专注于他个人的事业 但他的事业的成功 最后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可能是生物科技 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科技产业 所以我们才会设立了一个孙玉璇奖金 那他可以是在学校的研究生 他也可以是毕业的社会人士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专业的学习 或专业的交流的一个方式 让有一些年轻朋友 成为我们社会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们叫他是孙玉璇纪念的奖金 所以大家想想 一个是我们纪念我们的国父孙东山先生 一个是纪念台湾的科技 或台湾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舵手 孙玉璇院长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设立 这两个不同的 在我们的国政基金会上面的奖金 所以听起来呢 不管是周深奖学金 或者是孙玉璇奖学金 都传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就是传承本 那其实我们也常听到说 像爸爸妈妈父母一辈 他们在讲当年说 我们是如何含辛茹苦的 来把下一代养育成人 可是现在呢 我们就是所谓的下一代 那我们也接渐渐的来到了 当年父母大厅的年纪 可是听到我们都抱怨说什么 大环境不友善啊 资源被发展啊 很难接翻等等的 那今天透过主要是 以及两位来宾的分享 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说 其实我们的成就就是 长辈的心中最大的期盼 那除了这两笔奖学金 勉励青年选址之外 其实国政基金会 还有哪些提拔年轻人的作为 而且目前有哪些成功的 算是成效或者成功的案例呢 我们也请周老师 简单的就是跟我们提一下 好 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多给年轻人机会 那比如说 我们就是说 以从政的机会来讲的话 你喜欢选举 绝对我们国民党是支持很多年轻朋友 让他有机会被提名 被成为党的代表人 从我们去年的九个一的选举 我们特别在提名的政策上 给那么多的年轻的议员啊 年轻的相近市民代表里长 他一个加权的比例 让他能够加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多提名了 这一百五十几位当选的 这个基层的民意代表 这就是代表我们国民党的年轻化 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很多人说 国民党要世代交替 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 我们不会针对某一个个人 而是一个整体的政策 让这么多人有机会 成为我们的议员 成为我们的代表 成为我们的理长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的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第二个我们在青年的培训 不一定是选举啊 很多人他是一个幕僚世代 他希望他成为一个 重要的政府的幕僚 那我们去年选举很成功 那你看现在台北市政府 桃园市政府 加上我们原来的台中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或新的基隆市政府 或者是这些种种的县市 好多好多最年轻的发言人 最年轻的重要幕僚 都是我们优秀的新生代 我们最近还有一点人才荒 什么叫人才荒 本来我们培育了一堆年轻的 这些人 现在全部到这些地方政府去 成为他们的发言人或重要的幕僚 所以我们就很开心啊 这就是表示我们国民党开始 可以联系了更多幕僚世代 或者是这些愿意从事公共服务的 更多更多的机会 那另外我们的格式院 现在也办了好多好多的团队 而这个团队不一定 它是跟政治领域有关的 它比如说它跟环保有关的 它跟能源有关的 它跟气候变迁 或者是它跟生物科技 或者是那些动保议题 我们都办了很多很多这些议题 这些营队 那我们希望 就是让年轻朋友跟国民党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讨论 大家能够站在一起 我们不一定要加入国民党 但是你可以了解说 我们这个社会这些公共的议题 还是跟我们这些朋友有关系的 然后大家一起来参与 所以这些都是通过我们支部也好 通过我们的格式院也好 通过我们的党部也好 通过我们地方政府也好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顺便也在这边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谢谢一句点文朱老师 就好像朱老师提到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真的 例如是像我一个朋友 他叫林涛 以前也是跟着朱老师的 他当时也是林中山奖学金的 那现在他也是非常成功的 在去年的选举 算是大获全胜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 我们提供这样的中山奖学金 可以让青年学子能够 我们讲大展 洪无知智到天下来走向世界 然后在海外呢 我们可以善用资源 最短时间之内学习 也得到最大的收获 而且呢 还可以成长成为 我们国家的可用之财 那当然 这不是只是学生自己的功课 如果说我们讲粮师 易有能够陪在旁边的话 更能够示范功倍 以我自己为例 其实我是非常幸运 能够考到全美排名第三的 美国南加大公共政策学院 而且呢 是其中拥有最多国际学生的 这个国际公共政策管理研究所 然后也遇到了一位粮师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分享的 第二位来宾 是我们去年底才退休的全学术主任 尤之一尤教授 那我为这一段想的标题呢 是承接刚刚朱老师的 《三无捧事》当中 这个见识 设向天下之后 就应该要很明确你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我的第二段的副标题叫 它叫史智向学 那但是呢 在中山讲学经讲述的这个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 讲说政治算是一个核心的意义 那政治呢 我们都讲说 就是管理众人知识 其实我觉得中文呢 这个政治两个字的解释 真的是很棒 那相较于知识 我们讲常说知识是死的 不管是政策还是人 其实都是活的 而且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 所以怎么样在 那个学校这个小世界当中 培养新一代 特别是华裔的年轻人 能够同时具备 知识跟热情来投入真正的大千世界 成为公众领域当中的佼佼者 那尤教授其实 用我超过20年的经验 但是其实尤教授呢 算是要学背景 医药背景的 那你怎么会想要投入教育 怎么会宁可选择 无名无利的 年复一年去培育 年轻的领袖 自己却不虚公 你跟我分享一下 你想要一直坚持要培养 下一代的领袖是什么呢 其实我想很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常常不知道我要什么 那我完全联考决定了 我们的前面 我很像 我学了药学 那大家都说 药剂是一个好工作 可是呢 我就这样子 一年用到换了十六个工作 我在美国的政府 联邦政府 台湾的 从中央到地方 我都做过 NTO 美国的Cornel College whatever 你们能够说的 我都做过 我找不到我要的 那到了我去南加大 读我的国师 我们是在NWU读的 到了南加大 读的时候 他们请我帮裤教 帮助教之后 我突然间发现 我喜欢找 因为这个教育 传到授业 解惑 这三个东西 当然这个AI的时代 传到授业 可能已经 慢慢不是我们老师的工作 解惑 因为那时候我都主要的 就是我现在 你现在的这一个科系 我就发现 尤其是国际学生 他们跟美国学生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第一个 他们里面的障碍 对了他们文化的差异 还有他们的价值观 是不一样的 那过来的学生 老实说都不容易 因为是一个政策学院 几乎都是政府的官员 当我在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清楚的知道 你终于是活到的 所以当被研究所 我终于工作的时候 我就留下来 那我记得他们也觉得 我三年就会走人 因为从我过去的历史 我待不久的 但是我自己也很surprise 我待了二十多年 我想就是逝去对了 你就会尽你的权利 去做你该做的事 所以其实你担任这样子 老师 而且还要拉乃乃乃 来自于是一个国家的学生 其实并不是比 我们讲说 比起管理一个组织或政府 其实在任一个老师 管理来这么多国家学生 也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二十多年来 你从来没有喊过一声泪 那如今你的学生 算是遍布了世界各国的 公家机关 公司组织 当然也包括我们 而说那张 国约与台湾政界的立委议员 像是我们洪梦凯 洪立委 就是您的学生 还有像政道病政局长 也是您的学生 那到底您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路走来呢 有哪一些困难挫折 有你可以分享 然后呢 可以提供更多 同样想要教育或培养 这一帮人的大学里就能够参考 是一分 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形态 就是说 只能去爱学生 而没有儿无私 我想我是从我母亲来 我母亲是一个典型的 从帮我过来 帮我院村 她是唯一的是大学教育 她就帮助所有我们 眷村的孩子写信 后来呢 帮我姐姐学数学的 是开补习单免费的 我想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传承 让我会觉得 哇 这些学生 我怎么去爱他们 怎么去帮他们 这是我最重要的 那你知道帮学生 不是 就像你说 像个大社会 因为我们来自 通常我们这个iPad 就会进来 支持十几个国家 每一年我们就有十几个国家 每一年学生 他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 再加上社会 再加上自己 是那么的不一样 那我记得 有一个很很提称的问题 其实每一年都有 但是这个的事情 让我到现在还极力有心 而且呢 我在回头看已经十年 这些学生其实都非常的优秀 什么事呢 虽然大家都说 哇 这个事情怎么可以放公开 可是我觉得 要用一个国际教育的 教育者 你要有这个准备 在强调 有一天 你要做这个政治人物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一个国 一个世界 你不能用你自己 你相信的 用对的事情 去做任何事情 同样呢 我们今天来的 有一些学生 他不知道在美国 做这个世界 哇 天大天大的事情 我说的是错的 那发生了 我们的教授 他就要处理 可是呢 学生觉得 绝对不承认 不承认就没事 但你知道不是这样 科学意证 就有这一批学生 他说 就让你拍个带 我准备报到校本部 我叫他就报过去 这些事情的学生 他们的前途都没有 不行了 因为他拿了 都是国家的奖学金 你知道这些国家 对他们也是 非常地看重 希望他们 为他们的国家 做我的事 有这样的电影 马上就回去了 就这是一个很痛的事 我跟这些学生 就跟他们去谈 我说教授 你怎么放弃你们了 现在这个东西 在我手上 你们要跟我拿成行李 我对你的帮助是这样 你们愿不愿意 你们绝对都不及格 但是呢 不是死单 可是呢 十天的时间 我们还要给你重新考 还教授你们的事 愿不愿意 做这个事 哇 这个过程 让我学到 就是说 当你要帮他们的时候 你真的要付出 很大的耐心跟安心 还要有科学的平均 因为呢 我告诉他们 我怎么可以确认 你们是做的 所以这个事情 让我想 我想他们第一群 毕业生 今天 真的让他们滚了 那一个多瘦 我想当他们回想的时候 他们学到很多的东西 最诚实 没有不劳而过的 还有呢 要有爱心 当初如果那个受课的老师 还如果没有爱心的话 他们今天 接入这个位置 那我们今天 你们是听到 我是教育者 我自己学到的东西 老师说 最深刻的 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尊重 每一个人的想法 并且呢 知道尊重他们之后 没有人缺点的 没有人生完美的 我们只能用我们一些法规 用一些方法去防止他发生错的事情 所以你记不记得要观看 我们每次考试的时候 找了多少监考 对不对 尤其是总数理的 我一定找到绝对对的 就是说 接考的 并且不准 带手机 不准 你们 就是说 人们的 就叫你马中 因为呢 这个是我们经验 我不能忘记 我想 大家都在学 那再来呢 就是说 这是我另外一个看法 当你知道 发现人家有错的时候 不需要把人家置于此地 你要帮人家想一个出力 因为你把他打死 这个人生命抗战 他的用体 他的心态 是很变态的 他可以给你很多 给这个社会做出很多的感动 就那一个快乐 光闻无心 尤其做政治的人 我想很重要 要学到 OK 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说 绝那真的是 为了我们这个教育的部分 然后为了带出每一个 因为毕竟以后呢 如果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话 是我们要去管理 大家的事情 所以呢 能够有这样子 灵活跟坦性的心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因为我们也都觉得 Juena教授是来自于台湾 那来自台湾呢 社会台湾人 您虽然说 不敢说啊 你会对华裔学生 亲眼有加 但是也确实为了我们这些 台湾的孩子们 争取到了很多资源 像是我本人呢 当然除了中山奖决定的方法之外 我本人也受惠于 由教授小门 台湾知名的银行家蔡明宗先生 争取到的 缺额奖学金哦 但我可以免除 大家都知道 南加大学费 真的是高的 他吓人的 所以很谢谢中山奖学金 也很谢谢蔡明宗奖学金 但是其实就我所知 您本人并没有 因此得到任何的好处 那你为什么会甘愿 用自己的脸 去跟蔡明宗 董事长来 征许这支奖学金 Doom 来换取说 台湾的学生 更高的入学率 那你心中心的一个真正的目的 是想透过来说这支奖学金 来完成的呢 你知道这 bew过作印 同事都在看 他们最在意的是说 理工部 工具 对理券、处理券、 nuit、你女主持 或是引起由 非profit eye、trans change 他们真的很慷慨的答应 我们昨天还exchange我们的email 所以我是一個很可敬的先生 我們已經第一屆的江南製同學 已經在桃園幫這個公務 公務 東杜曼 杜曼 杜曼 我知道有一天你回來 還有漢童這幾位回來之後 對台灣都會有很多的貢獻 這想說已經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就像你說的 像你這些優秀的會出現的 因為台灣整個的經濟狀況是保持在行 就是說 老婆 再來一件事情就是這個整個社會的氛圍 大家不覺得出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華人你應該同意 你現在有的餐廳中有的同生 講時間的話 我想你的荷包是買賣的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知道你馬上要到利浪力去學習 這些都是展規經代的很多 幫你這個系列開闊的一個方法 好 是 好 那我們剛好被日思想 現在也重新回到我們的會議現場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的音樂系統的問題 我們小小的中斷一下 沒關係我們可以繼續的來聊說 剛剛兩位嘉賓其實也分享了 怎麼樣透過提供求學的資源 還有一些在學的援助 讓新一代的華裔領袖 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專心在培養我們的實力 再往我們的根基來準備踏入現實社會的挑戰 而這場確定會上半場的最後階段 就是這第三階段 我下了另外一個復標題 就是承接了尤教授的史智向學 那到底在學成之後怎麼樣的學以致用 所以各位線上見下的觀眾可以透過一幕看到 目前人在洛杉磯的羅達斯尼的前任市長 蘇王秀蘭市長 身為華裔女性移民的她呢 她算是少數中的少數 她從來沒有試過過 反而是越挫越有還投入了地方議會競選 而且在美國洛杉磯這樣的一個社會 竟然可以高票當選地方市長 她連任了好幾次 那今天呢雖然她現在已經卸任了 也沒有公職再生 但她還是非常的努力在幫洛杉磯的地方政治跟教育 例如說Merry市長就很多次有跟尤教授合作 帶領我們就讀公共政策學院的學生去考察地方政府啊 還有去前往像是到Sacramento的州政府去觀摩 這其實是非常厲害一件事情 而且還介紹給我們很多的市長啊 以及議員來認識 她終然不利於分享她的人脈資源 所以呢就像是我們今天不斷的提到的同樣的核心理念 也就是傳承喔 只是Merry市長明明你已經可以好好地享受退休生活 你為什麼選擇退而不休 還把所有時間精力投入在教育公眾領域的年輕人 你這樣做是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對你而言培育新一代的政治人才 有這麼重要嗎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然是很重要 你也知道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那你也知道美國是一個來自全世界的diversity 很多不同的 那為什麼一定要參與這個政治呢 為什麼華人一定要在你所居住的地方 因為所有的策略 所有的policy 全部都是從政治開始 對不對 你從零歲出生的那一天 到你退休 你要享受我們的退休 這個都是州的這些 比如說州的策略 民邦的策略 那我們身為華人 既然我們已經決定要定居在這一個國家 那我們就應該爭取我們該得到的福利也好 或者說我們也應該為這個社會 為這個國家盡力來做 那這麼多年來 我就是在美國做了大概40年 我發現如果你靜靜的 你不做什麼事情 你永遠就不會得到你要的答案 美國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 就是說 I baby got milk 就是說你必須要出聲音 你才能夠得到你所要得到的 其實我們亞裔在整個全美國 美國只不過是只有7% 那這個亞裔還包括其他不同的主義 比如說有韓國人 菲律賓 UNAMI 最少也有20個不同的亞裔 那亞裔在加州雖然是15% 但我們華人呢 其實算起來 如果把華人分開3.6% 台灣0.2% 我們也只不過4%不到 在California 那不管你的percentage 如果你可以在 這個policy maker的這個position 你有這個位置 你有這一個影響力的話 那你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當然我來自台灣 我也是台灣出生的孩子 那我既然到美國 我也必須要幫助我們來自台灣的 或者說來自所有東南亞 中國也好 或者說哪一個 華人呢 對我們來說都是親切 剛剛 尤教授也有提到 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也幫助很多的華人 那我從2006年選上去以後 我才發現華人從政實在是太少 像今天我剛剛開完另外一個會 叫Rain Corporation 他是全美國 也應該是全世界非常有影響力的 一個non-proved organization 他們呢 就是現在要去吸取我們API 就是Asian Pacific Islander的這些advices 因為呢如果沒有參與 加州呢算是比較一個 奧特的一個 Democrat的一個 California 比較就是一個 所以呢 因為過去幾年這個pandemic 那有關你這一個hate crime 發生在我們很多Asian的身上 如果說加州沒有很多的politicians 是Asian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在這個痛苦 在這個艱辛的歲月裡面 拿到145 million的一個 就是funding來幫助我們這些華人 但是華人呢 台灣出生的 或者說在別的地方出生的 因為我們的文化比較不一樣 不喜歡參與 不喜歡 只要是跟政治有關係的 他們都覺得是對自己沒有太大的 一個就是利益 但我覺得身為一個華人 身為一個台灣出生的孩子 在美國 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告訴所有的華人或者台灣人 我都說我們每一個人在美國 或者在全世界 我們都是一個ambassador 我們必須要傳承 除了我們非常好的文化以外 我們也必須要教導我們的next generation 因為剛剛我們朱老師也提到 年輕人是世界未來的領導 那既然年輕人是世界未來的領導 我們也必須要鼓勵他們 然後希望他們除了在什麼醫療方面 在教育方面 或者在公共政策方面 他們也必須要在政治方面 因為一個國家是由所有的政策來做所有的決定 今天你有多少華人投票 我這個政府我就給你多少的resources 今天你們有多少華人 我就給你多少的betting 所以為什麼華人參政這麼重要 年輕人參政這麼重要 因為你不但可以幫助到你自己 你可以幫助到你的city 你也可以幫助到你的就是你市周圍 你想要serve的人 所以華人參政不管你在哪一個國家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只有policy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 只有policy能夠make life much better 你看猶太民族 你看菲律賓人 你看這些就是西班牙 最重要一個民族就是黑人 你看African-American 他們在整個加州5%不到 5.8 6% 可是你看他們的生命好大 他們也一直從小培養他們的孩子們 要參與政治要投票一定要做一個領導 所以現在黑人打一個噴嚏 我們全部的人都感冒 都必須要join他們去support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人也必須要做這樣的努力 我的工作都是一直在鼓勵華人參政 鼓勵我們年輕人一代的出來 所以我會跟劉教授合作 希望能夠帶更多的年輕人到sacamego 也就是我們加州的首府去學習 我們加州的政府和政府官員 他們是怎樣make policy 他們是怎樣影響整個社會 他們是怎樣make the business work 或者說他們是怎樣改變我們的quality of life 所以這些華人參政不管你在任何一個國家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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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 是因為其實我們也知道說Merry蘇長 真的是四處奔走在募款 還有協助太陽很多不同黨派的華裔青年 有的是民主黨的也有的是共和黨 像今年度共和黨籍的華裔候選人成仁一樣 其實因為我們也知道說Merry蘇是華裔女性的身份 一路走來真的是不容易 今天來聽座談 相信在線上有很多的年輕人 想要從政的應該也是蠻多的 要幫助大家的是真的只有熱血也不夠的 就算我們有幸可以獲得獎學金的幫助 也有可能會接受一些老師們的協助 但是經驗不足的情況之下 Merry蘇有不要簡單的提頂一下這些年輕人 想要成為新一代的華裔女秀的話 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其實年輕人真的是世界在你們手中 sky's low limit 如果你們願意open你們的mind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world很方便的 那年輕人當然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剛剛尤教授也有提到 朱老師也有提到 就是你要有這個passion 你要真的是不願意放棄 你必須要就是說 很有耐心的願意 就是做一些別人不願意做的一些 那這個passion 呢 加上就是也是要就是願意有這個courage 好 John Kennedy 就是我們formal的president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 it takes courage to make right decision 因為有些時候很多的right decision 是way unpopular 我們也就是劉盈平是我們加州的 現在他是我們加州的congress 那他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三歲的時候到美國 他的爸爸媽媽是賣一部就是ph job 後來慢慢把他培養 他是Stanford computer sign 後來到George Town去念law school 他是從sea council mayor state assembly state senator 然後後來到congress 那劉盈平呢也是一路我一直幫助 一直幫忙 那你看他今天是一個亞裔 可是因為他的努力 他成了我們美國Democrate Democrate caucus的vice chair 這歷史上是第一位vice chair 是這個亞洲人 那當然因為現在的house of speaker minority 是一個African-American 這個也是一個歷史一個改變 那我想就是因為這些人 比如說劉盈平他的上去以後 你看我們最近Montry Park發生的事情 美國這麼多州 五十幾個州 你看就是因為有劉盈平這樣 outstanding the politician 在美國代表我們台灣人 當時發生的時候 第二天的時候 美國副總統 Camera 2馬上到Montry Park來 這是以前沒有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一個族裔的餐飲 可以帶動整個國家 對你這個族裔的重視 那這個就回到說 為什麼華人參政這麼的重要 因為你要種一棵樹 讓它慢慢長大以後 但是要有很多人去交灌 我也是一個交灌人 要培養新人 像歡歡這樣子 那美國國家的culture 跟在台灣的政治的文化 可能有一點不大一樣 那我記得年輕人 剛剛我們都提到了 就是說 國家未來都在你們的手中 身為一個年輕人 你們是在 你們是在一個非常系列的一個erad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 像我們的parents 他們都經過戰亂 我們這一代的小留學生來 你知道經過的很很辛苦 那你們這一代 你看有獎鞋金 有這個有那一個 很多的守貨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取次於社會 我們就應該回饋社會 那這個就是我一直的理念 就是說 我在台灣住到不到20年 到美國住的時間很長 那我也在這裡面當中 得到很多的幫助 所以呢 我從政呢 最重要的是 除了可以幫助我們 中華民族的合理以外 我也是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serve to the community 那比如說台灣的年輕人 或者說台灣的孩子 台灣是一個 the most beautiful island in the whole world 你們好幸福 能夠住在這樣一個國家 然後呢 又有這麼好的領導 像我們朱老師 成功都是要付出一些代價 那我剛剛提到關於這個 courage 勇氣是非常 就是說 當你要當領導的時候 我相信朱老師跟我一定有一些 common的 就是說 當你 我就記得這個誰 新加坡的 the founder 李光耀先生 我非常的佩服他 因為馬來西亞 當時不要新加坡 新加坡只是一個 又窮又爛的一個小遺村 可是呢 當時 年輕的李光耀 從英國回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覺得 那這個新加坡 這個小遺村 他就把他took over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 courage 所以呢 把今天的新加坡變成一個 也是全世界非常出名的一個國家 那我想這些呢 真的是 都需要 courage 那當然 也需要一些 所謂的 perseverance 你要有這一個 hard working的 habit 已故球員 Kobe Bryant 他其實是一個 不大適合當球員 因為他不是很高 他是從義大利移民到美國 可是呢 每一個球員 他們已經很優秀了 每個人是早上 八點去practice Kobe Bryant是四點就去practice 每個人 晚上到六點就回去了 他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去 所以他的時間比別人更長 在他 就是在Laker那一個時候呢 當他當那個 Laker的時候 他們得過五個四點盃 那我想這個就是有他的 outstanding 的一個leadership 在那裡 就是他的 好 working Yeah 是 謝謝我們被人事長分享 真的三位嘉賓 其實分享經驗 真的是 大家聽都覺得說 意有為聽的 想要繼續聽下去 那包括呢 像學界、政界 或者是公眾領域培養 像新一代華語教 我相信三位的經驗 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那事實上呢 那這三個階段 我本人是都有受惠啊 所以我還蠻順來當成案例的 不敢說 非常成功 但我覺得我沒有失敗 因為我知道 我在領中山獎學金 蔡民東獎學金 以及受到像是Merry Sue 這樣子的政界前輩提拔的時候 我承擔著很大的期望 就算我自己再不成才好 我一定要逼自己成才 才不會辜負他們投注在我身上的心血 我記得我在前一份工作 也就是擔任總統候選發言人的時候 我被問過很多次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那當時呢 我的候選人呢 今天是這樣講的 他說不同時代 有不同的想法 但不管年輕人的看法是怎樣 記住的是在前輩的心中 是把他們的未來 也就是我們年輕人的未來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呢 當時我們國政會團 擬定的重點政策 我相信大家可能會有一點印象啊 就是教育三十件 不管是雙語教學啊 還是協助年輕學子出國留學 核心的概念都是希望下一代 能夠帶領台灣走向世界啊 所以呢 今天我們剩下最後呢 大概八分鐘的時間 因為三位的來賓呢 其實後面都還有行程 那我希望最後八分鐘的時間呢 每位來賓可以跟那個 我們線上的觀眾 尤其是很多年輕人 講一下你們的勉勵 就是對於可以有心從政 有心想要出國留學 有心想要為這個國家 為這個設計貢獻的人 有什麼樣的期許啊 那我們可以先請我們的朱老師 來跟我們講一下您的期許 我們都曾經年輕過 當然 這邊只有歡歡睡年輕 那我們都一樣充滿了理想 充滿了一些夢 希望實現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需要大家的幫忙 就像需要老師的幫忙 教授的幫忙 需要社會的幫忙 來自於獎學金 或者是社會的支持 也要來自於父母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得到幫忙之後 有一天我們願不願意 我們來幫忙下一代 這才是社會最重要的意義 我們都是曾經受惠於上一代 受益於社會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我們來回報這個社會 那我希望每一位獲得中山獎學 要想到的不是我們對大家的支持 而是社會 或者上一代 上上一代 為了台灣 為了中華民國 為了這個社會 付出 那我們應該有一天 輪到各位比較成長的時候 比如說 包括你學成的時候 你該怎麼去回報於這個社會 回報於這個國家 回報於這些支持我們的人 那大家不會希望 你對他個人有任何回報 而是希望你對這個社會 有任何回報 這就是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給大家一些榮譽 給大家一些所得 或者給大家一些資源 那大家也有承擔這個責任 年輕朋友都是這樣 我們今天我們年輕 我們應該說 我們希望得到的 但是有一天我們就該付出 我們為這個社會付出的同時 我們也希望我們下一代 比我們這一代更強 所以我們說 今天像Mary跟我一樣 從事政治的工作 Joanna是從事教育 我本來也是從事教育的工作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都是希望下一代 比我們這一代更好 一代比一代更強 那一代要比一代更強 不是靠他們自己強 不是靠他們自力自強 而是讓我們大家 一起來幫助下一代更強 而下一代得到了幫助之後 再來幫助下一代能夠更好 希望大家一直 一直一直這樣的決心 我們就會一代一代更好 一起加油 是 真的要一起加油 那其實現在現場 有很多的學生 當然也包括 其實我們研究所 有很多學生 就我所知有非常多的孩子們 正在收看 所以大家也都很想念Joanna教授 那對於我們這群志在天下 準備要投入社會的孩子 Joanna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他們說的 我想很謝謝你 我知道有些愛看的學生 已經兩個多月沒見面了 我覺得我不但對 還沒有學生 對我所有的年輕人 我認識的 我跟他們常常講的事情是 你們一定要有 Global Awareness 你們對世界的事情要關心 那第二個呢 當你們對這個世界上 關心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變成 Global citizen 你就變成他的公民 為什麼說公民 這個 citizenship 是這麼的重要 那就是ownership 你覺得他沒有責任 那第三個呢 你上過我的leadership Global leadership 我希望每個年輕人 你們自己有的諮詢 我只是關心 你要make a difference 你要去影響你的世界 我記得我們今天有一個 韓國的學生 是政府送來的 我相信安排的學生 都記得我一直強調的 就是抵探性思考 quitical thinking workshop 每年我辦 那我記得這個韓國學生 來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像 就對世界的認知的興趣 他是從我傳聞 那麼低的人 他坐在我的位置 是躺在那種 我說你這樣的成績 那你是怎麼想 他說我就是來休假的 我已經受夠了 OK 為什麼大家就知道 要以為你的位置很高 或是說 如果大家很羨慕的工作 你對這個世界 就有認同 就有光芬 有的人是反而 對這個世界 有很多的失望 這個學生今天 我告訴你 他非常看理工很高 這個是教育的功能 他今天真的是一個理人 是一個領袖 第四個我覺得最重要的 對年輕人 你們一定要把這個社交正義 社會的正義放在心裡 剛剛Mary講說 你要做一個好的政策 你要有勇氣 你要有勇氣 那我呢 要才強調 你一定要誠實 誠實加勇氣 把這個社會變得更有正義感 這就是我的免疫 是 謝謝我們九月娜教授 那最後呢 我們反而也留給我們Mary市長 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給我們準備要 可能投入從政 或是投入公眾領域的 這些年輕人 有什麼樣的鼓勵 或者是免疫 也請Mary市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年輕人呢 就是努力向前 忘記背後 那就是還是剛剛大家都提到的 要就是opening the mind 好好的學習 因為呢 人要就是不斷的成長 現在學習非常容易 那我鼓勵所有的年輕人 真的是多吃一點苦 因為媽媽 Teresa 有講過一句話 You find comfort with people who agree with you 但是呢 You learn from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you 就是說我們也只能夠在那些罵我們的人 不同意我們的人的時候 我們才會學習到我們自己的缺點 所以呢 我覺得不要怕被責備 或者也不要怕失敗 失敗就是成功之母 多做一點 永遠都是不會吃虧的 那就是看到一些別人看不到的 好好的努力 那我相信社會 然後這個世界呢 未來都找過在你們手中 只要你們願意付出 好謝謝大家 謝謝 是 是也非常謝謝三位嘉賓 今天在百忙之中 還參與我們的線上客廳 會分享你們怎麼去培養 新一代華裔領舊的經驗 當然也希望說 在多久的將來 真的能夠長江後浪推前浪 可以讓我們的中餐精神 能夠辛苦相傳 還能夠把陽光打在不只是政治領域 而是我們家公眾知識的任何領域 這個我相信也是我們的父母跟長輩所希望看到的 所以今天呢 就透過三位我們嘉賓的分享 希望大家也一起加油 那最後呢 其實像我們南加大有個學校標語 我覺得很適合作為今天的收尾喔 就是對所有的線上收看客廳會的朋友們的鼓勵 就是發音樂 發音樂就是說讓我們繼續加油 繼續往前努力 繼續的戰鬥 那也謝謝三位嘉賓跟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跟我們度過這個抽食愉快的一個小時 後來還有機場的中山學員客廳會 也有不同的精彩內容 也請大家持續關注喔 那麼祝大家順心平安 今天的客廳會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